一位消防员费了老大的劲儿救助了几只狗狗 可是为什么在听完兽医的话后会那么震惊 甚至还感到了有些后悔 兽医究竟对他说了什么 这是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两个月前 那天消防员下班回家 途经一条僻静的小路 他像往常一样哼着歌 骑着车 享受着田野的美好 可是在他哼唱歌曲的时候 总觉得有狗狗的哼叫 他立刻停下车子 在四周寻找声音的来源 他找遍了周围的丛 但是都没能发现狗狗的位置 正当他想放弃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对面的一个大深坑 他猜测狗狗可能在这里 但是总觉得不会有人如此的作剧 结果走近一看 当时都震惊了 在这个足足有一点五米深的大坑里 有八只出生不久的幼犬 它们被泥土包裹着 浑身上下都是泥土 完全分辨不出来面部和身体 就好像一个泥块一样 如果不是幼犬在不断地挣扎 可能无法意识到这是八只鲜活的生命 当他将手伸进去之后 发现泥土中冰凉 八只幼犬眼睛都没有睁开 它们不断地挣扎 闷斗 时不时发出叫声 它们的耳朵里面被灌进了泥土 肚脐也沾连着泥土 看着它们可怜的样子 消防员眼泪都流下来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被当十八只幼犬的遭遇感到心疼 难受 消防员没有思考任何未来的事情 果断地将八只可怜的幼犬 从泥土中捞出来 把它们放在衣服里包裹着 一路捧着步行去医院 在路上消防员不断地抚摸它们 给它们一些温度 避免长时间寒冷 虽然不知道它们在泥土中待了多久 但是如果马上救治 它们可能就没有命了 消防员加快了步伐 赶到了医院 医生和工作人员看到这八只幼犬 当时泪水就流下来了 这是在场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惨 它们对于世界毫不了解 刚刚出生不久 就被丢入泥土中 医生给它们清洗的时候格外小心 生怕在清洗的环节 把它们稚嫩的小身体弄疼了 谁知道在清洗完之后 医生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都把这小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幼犬 而是狐猛幼崽 消防员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震惊了 这是捅了狐狸窝了 不过当下最重要的还是帮助小家伙们进行检查 诊断后医生表示 还好发现及时 只是受粮 耳朵发炎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这一消息对于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面对这次乌龙事件 消防员解释说 它们那个地方就位于洛基山脉的山脚下 狐狸在该地区其实很常见 这些小狐狸目前仍然在动物庇护所 尚不清楚 它们康复后会被怎么安排 而有网友则觉得 消防队员们这次是好心办了坏事 狐狸妈妈可能是把小宝宝藏在那里 然后去觅食了 回来之后发现宝宝都不见了 该是多么伤心啊 但是小狐狸当时的情况那么惨 想必也不是狐狸妈妈造成的 毕竟没有母亲 会将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 置于那么危险的地步 消防员则表示 为了解决网友们的困惑 它们会再找到小狐狸的地方 安装监控 以便能够及时寻找狐狸妈妈的去向 最后它表示 虽然当知道自己救助的狗仔 其实是一窝狐狸时感到很惊讶 但是只要是生命 它觉得人类都有义务去维护 这样美好的互动情节 其实在动物界也十分普遍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 则充满了惊奇和反转 这只狗妈妈发疯似的跑土 它似乎在救助自己的孩子 只见狗妈妈拼命扒拉着废墟上的泥土和石头 叫声就像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人的心脏 最后狗妈妈没有成功 它跑到路边对着人哀嚎 祈求有谁能来帮助自己一把 好心人赶紧给动物救助站打电话 动物救援队闻讯火速赶来 救援小哥跟着狗妈妈的步伐来到了一处废墟 狗妈妈跑到一处角落 不断二十人们 他的孩子应该就被困在那个位置 狗妈妈焦急地看着救援小哥不停地抽气 哀嚎 他祈求人们赶快救救自己的孩子 救援小哥查看了现场 如此严重的场景 让人们都以为狗宝宝已经不在了 可是狗妈妈仿佛在告诉人们 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救援小哥按照狗妈妈指示的位置展开救援 一块块石块被搬开 一点点垃圾被清理 一堆堆黄土被挖出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狗宝宝的影子 大家都不确定狗宝宝是否还活着 但是狗妈妈却越来越激动 仿佛她能感应到自己的孩子 离自己的孩子越来越近了 迫不及待的狗妈妈和救援小哥轮流刨坑 狗妈妈刨得太用力了 以至于几个爪子全部刨烂了 但是这丝毫没有减缓狗妈妈刨坑的速度 就这样一人一狗一起刨坑 救援小哥看着狗妈妈受伤的爪子 特别心疼 小哥把狗狗抱走 让狗狗歇息一下 自己全力干活 狗妈妈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又坐不住了 她再次冲到下面刨坑打洞 这一幕把人看哭了 就这样 狗妈妈和救援小哥配合协作 齐心救援 终于我们听到了呼救声 声音很响亮 证明小家伙还活着 狗妈妈通过缝隙 看到还有生命的小家伙 更加的激动了 小哥把狗妈妈抱到旁边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那微弱的生命力就近在咫尺了 害怕狗妈妈如此大力的动作 会误伤到小宝宝 小哥又搬走几块石头 正在清理泥土 突然一只可爱的小狗头露了出来 小哥小心地清理狗狗身上的石块和泥土 激动人心的一刻来了 小哥成功从废墟当中救出了那只小家伙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让众人都惊呆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小狗幼崽 手衣检查完之后告诉大家 这居然是一只蜜带无 这下众人的心中更是感动 本以为大狗的种种举动 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谁知道它是在救别的小动物 生命很脆弱 因为天有不测风云 也永远不知道美好和意外哪一个仙道 生命也很顽强 因为爱给了我们力量 有爱我们就会有扶持 有依靠 少了恐惧 多了盼望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需要我们出手相救的故事 但是很多人都选择了逃避 高高挂起 事不关己 然而自以为拥有高智商的人类 有时却连一只小狗都不如 小狗们的忠诚从古至今无人质疑 他们凭借着对生命的敬畏 无数次将别的物种从水火之中救出 狗狗值得我们敬畏 我们也应该从这些故事中去反省自己 如果自己站在狗狗的角度 是否能做到那样无私和奋不顾身 想必很多人都会感到心中有一丝愧疚吧 让我们将这美好的情感延续 创造更加和谐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